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极天文台对低压区94W的路径预报图 现在这个就是欧美电脑模式的预报 我们看到美国电脑模式预报这个低压区将会逐渐增强成一个热带气旋 而欧洲电脑模式预报这个低压区将会继续在一个西北方向移动 并且是逐渐增强的靠近菲律宾附近的海域 现时的垂直风车就是一般至普通的 而功夫散方面就是一般至良好的 低空复核方面是一般至普通 海温方面 低压区目前所处的海水表面温度大约是28度以上 有利它的发展 综合刚刚所说的各种因素 个人预计 低压区在未来24小时内增强成液带低气压的机会是40-60% 现时各机构评级方面 香港天文台飞越宾气象部门 日本气象厅和台湾中英气象局并未有对期评级 而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和终极天文台将其评定为低压区 终极天文台将会密切地监测低压区的动向 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话 将会透过Telegram群组 Facebook群组 Facebook专页 或者是Discord群组 以及Youtube的频道 发布最新的风暴消息 所以请大家要紧贴我们的最新消息 但是同时都似密 跟车太贴 这段影片结束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点赞和分享我们这段影片 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一下小铃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